3、2、1 开始宣布 2022元创基地节 宣布正式开启 好的 松生文创园区总监陈玉秀 与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主秘刘德坚 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李斌等贵斌 为2022元创基地节进行启动仪式 大家跟着主题视觉摇摆身体 气氛相当欢乐 松生文创园区2022元创基地节正式展开 特别邀请12组艺术团队进行创作 在园区各处展示16件艺术作品 欢迎民众走进松烟 欣赏多元的艺术文化 在制烟工厂的通道 抬头望向天花板 艺术家陈万人的作品歪腰一下 投影人们各式各样行走的姿态相当有趣 还有艺术家郭逸臣的作品 幸存者计划 首度公开15年前 烟厂修复前的旧照 我在2007年那时候松烟海是一个废墟的状态 所以我透过这个 有点透过一个过去式的未来的一个 探勘的宇宙计划的一个作品 回到了这个松烟的废墟去探勘 找寻地球上是否有幸存者 就是幸存的人类这样 所以它叫幸存者计划 那其实在这个作品里面的影像里面可以看到 那时候当时松烟许多的这些包含卷烟的遗留下的一些物品 那包含曾经这边也有篮球场 对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用一个阴架去搭设在原本松烟的正门的一个路口 那有一点透过这个路口的意象 它有点像是一个回宣 把过去跟未来跟现在的这个当下 重新结合在一起 那这个作品有点像是一个透过观众透过这个观景窗的方式 好像可以看到松烟不同的历史面貌 跟未来的一种想象这样子 松山文创园区是台北市的原创基地 所以每一年下半年我们的主题最大的活动就是原创基地节 然后上半年是旋迹 那今年首次呢 等于是原创基地节 它就是我们一个原创能量展现的一个节庆的活动 那今年邀请的12组的艺术家 有16个作品在这里做现地创作的呈现 其中有5个作品呢 今年是第一次的首次发表 然后我们也考量到说 整个基地慢慢即将是被打开 我们希望透过艺术介入空间 让大家透过去认识那个艺术的创作 来认识松烟其他的空间 在松烟文创大街的窗框上 还有十幅全新大型短片漫画 是艺术家黑白平常所创作 传达一场关于时间与历史的躲猫猫 第一次看的话 我们可以从右边 从其中一侧到另外一头 我们跟着其中一个角色到另外一头 然后再从另外一头 跟着另外一角色再带回来 那这两个角色呢 我是分别由在松烟这一次的展场 然后做一个发想 就是从它的过去的历史啊 时间的变化等等 它过去的作为工厂这样的一个 目的性的一个存在 到现在它变成一个让创作者聚集的一个 这样的方式与大家连接 那我觉得在这次 在这个段叙事当中呢 我取出历史跟时间这两个字 那做了一些自己比较感性的投射 然后设计两个角色在这当中 那大家在观看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它们的物件 假如说为什么其中一个角色 它要佩戴那么多时间相关的物件 然后为什么它要在蝸牛上面写上数字 那另外一个角色 为什么它是一直拿着相机到处拍照 然后它经过哪些地方 那为什么背景可以有松烟 过去跟现代的样貌 作为背景 融在这个故事当中 其实它们是如何做连结 这些都是可以在来回走动过程中 去特别可以去观看的地方 艺术展出也串联 今年上半年的学员季 展出线上平台票选出三件 最多回响的作品 让青年学子的原创作品 有更多的展现舞台 这是我是以游乐场这个 雏形下为基础来的创作 然后这次就是 呼应松烟这边展栏就要来追我 只是以玩家的身份来去介入我的作品 然后再以这个展间现有的一些 就是限定制作 然后来去跟我的作品做连结 我觉得毕业展和原创基地节 最大的不同就是 毕业展它是很多人一起参加 所以必须有一个策展主题 把它把大家都保住 然后原创基地节不同的地方就是 就是可能我可以 有更多自己的想法 跟作品上面呈现的变化 今年是首度把学员季 跟原创基地节连结在一起 我们一直在思考的是 学员季到底如何跟原创基地节的 能量能展现 所以我们有挑了六个作品 最后再经过咨询委员会的同意 的支持 挑了今天参加学员季的三位学生的作品 所以这是第一次能让学员季精彩的 学生的作品放到我们的原创基地节 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次的创新 那参山文创园区在市政府交给基金会的时候 这个基地就定义为叫台北市的原创基地 所以每一年有两大活动 第一个是上半年的学员季 这是全台湾应该是最大的一个学生臂展在松烟 那为什么基金会或者是松烟文创园区 为什么支持玄机最大的在这边来办理 当然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 这是原创人才赔利的一个最大的计划 那第二个下半年的原创基地节 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创能量的展现 那我觉得说这几年其实大概已经有超过 将近一百组的艺术家来松烟做的创作 2019年呢 我们第一次从室内走到室外来 做了一个叫换场 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因为整个松山文创园区的前身是松山烟厂 一个古迹两个BOT 现在目前看到的古迹跟台北文创大楼 是所谓我们的台北文化园区 在明年加入的大巨蛋 它就是变成台北市的文化体育园区 那我想说这个应该是大家这两天一直都问我说 那为什么松山文创园区这次的主题叫做来追我 那当然跟这个部分也互相的扣合 那园区呢这三年做了蛮多的整备的工作 也都是为了整个基地全部打开之后的一些相关的工作 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 邀请了艺术家来松烟厂限定创作 松山文创园区同时是一个古迹 它其实是个85年的古迹 所以我们兼顾了文化资产保存还有再利用 各位的创作都是我们再利用 我们讲说85年的古迹有古迹生态跟人文 那大家在这里创造了更多的人文的样貌 松山文创园区是台北市的原创基地 从2012年起策办原创基地节 至今已经十年 今年的原创基地节 松烟邀请大家呼朋引伴 走进松烟探索古迹场域 欣赏各项艺术文化的多样性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